娱乐至上小麦解说 各位观众 好好 好好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是 Pesshin 蓝色的一名优敌 下方的话 Pesshin好像时间没见到了 下方的话是这边的Anima 然后是粉色的人竹 最近Anima在自从上市 做了他跟玉米的人竹论战以后 好像口碑不怎么低 我觉得这事情 他是主要的原因 然后我们解说的一个传播也是一个原因 怎么说呢 怎么还是看比赛吧 在刚刚解说比赛之前 我是看了一篇采访 关于那个黄渤的 对他说他 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 一些采访 我看了一下蛮有感触的 他说啊 我们其实也蛮普通的 当然他可能稍微现在有点不太普通 是一个演员 收入也蛮高的 但是呢 至少呢 他现在说自己呢 可以 站 垫起脚跟 能够够得着自己的一些梦想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 我也蛮普通的 但是现在也有点不普通 站起来呢 也能够得着梦想 希望我们能够都把握住自己的一个人生 好的那我们看到Anima这边的是圣骑士首发 哎呀奶妈流 奶妈流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 上次我记得做奶妈流还是奶妈流被狂虐 对吧 而且奶妈流这套打法呢 真的现在的时代上来说奶妈流有一段太长太长一段的一个被动期了 在那段被动期呢是很容易被对方给压制的 所以我们看到Anima这场比赛也是选择了一个双敲开局 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前期快速的获得等级 因为圣骑士这个英雄如果说没有等级的一个支撑的话 他很难发挥出他应有的一个效果 没有等级的圣骑士基本就是就是一个没有没有翅膀的老鹰 完全没有战斗力啊对不对啊 所以他必须需要等级 他没有等级真不行 圣光 他需要的是等级 等级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死亡骑士这边还没有来 这边的一个点应该是能练完 好的 这应该说圣骑士这个英雄的一个最显重的点就是这点上面 别的都还好 然后的话在开完矿以后一段时间是 会非常的被动的 在那段被动期间啊 人主要长期忍受对方的压迫 但是一旦说啊 圣骑士神功修炼完毕 达到什么乾坤大容易第九层的话 对方就比较 往里就比较痛苦了 不过呢 这么多人过来啊 基本上乾坤大容易第九层的人 没几个基本都是练着练着就死掉了 对 基本都是练着练着就死掉了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 现在这个圣骑士两级 两级还是比较好到的 两两级只能说是粗亏门禁啊 就阳销的水平 你懂的 你发谁干掉一个 再上一层楼就难了 三级是一个关着点 三级相当于拥有了一个隔山打牛啊 对不对 而五级就可以什么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什么那个门给推开了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好 现在这边圣骑士的话是两百三十一点了 打一个图环还可以 dk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住这边圣骑士 让他不要 哎哎 这这这这 哎呦喂 这要被围住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有戏了 这要是被围住的话 简直吊炸天 不敢想象的一件事情 开始出蜘蛛 呃打圣骑士的话 其实阿英雄选择出那个 那家是一个不错选择 当年小胖啊 也是开发了很多类似打圣骑士 打法的一个一个一个选择 就是也是蛮主流的 当年圣骑士首发是很主流的一个路线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已经 逆绝试探了 持久人口 12345个 拉住了民兵 对 拉住民兵 好优酷空间给大家推荐了那个 牛仔裤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这个点 看这个点 圣骑士这边是要练三的 你可以这边过来烧了 看这个c怎么扔法 别怕c啊 中了一个 圣骑士这边还是差一点点 差了这个五级的大怪 野人 这个野人就特别关键了 你可以如果能把这个怪给c掉的话 那这个圣骑士想要 哎哎哎哎哎 哎哎 这这这拼了拼了 哎好的抢到这个五级怪 dk撞灾 圣光救一下自己的福特曼 我这个抢的非常漂亮 对我们看到双方在那边进行了一轮比拼啊 王林这边也是并没有 这个失守啊 这个五级怪抢了真心是赞啊 没有这个五 如果这个五级怪趁机是一拿到的话 稍微拿两个骷髅就是三节节奏 而dk现在通过这个五级怪的一个拿升到了 两级 这真是一个 天党之别的一个差距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这边1234566个伏特曼 人组这边开框应该说现在还没有机会 很慢的一个开框节奏 二本科技这边已经升到了过一半 被c的好好好 就阿尼玛这场比赛应该说这一把cbc的心里面是在滴血啊 关就是你是为什么现在不好 不出现的原因也有也很明显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经常性你看出现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个怎么打很被动 好 这边还是要开框 然后这这这这这次可以能到三了 这个肯定能到三了 王队这边过来也得压制啊 两个伏特曼都残血 一个死掉了 死了也算是了 dk怎么又回去了呢 好三级圣骑士 这好像练了还还还算顺 宝物不这么低啊 打了一个口叫 得补一个商店 对这个得补一个商店 难道是还蛮多了补个商店 然后的话 哎呦这这兄弟你真 拍戏你这 你这边围一个假的圣骑士围的这么happy干嘛呢 这个没意思的啊商店在这边已经补好了 我觉得这可以把口叫给卖掉 为什么不把口叫给卖掉呢 为什么不把口叫给卖掉 大家觉得呢 好圣骑士马上就满蓝了 准备开框 然后的话这边已经有四个蜘蛛 阿文科技已经完成 还是出了本桌 最近一段时间 好像大家的二发已经是基本看不到了 打神机是其实出二发真不错的 哎呦 这个框开的是真真心是个悲剧 四个蜘蛛过来正好是逮住了对方开框一个 节点 哎呀这这这农民啊 哪里走 还好 DK身上没有骷髅 哎 这边现在是准备 这个王力豪没封家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没封家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隐患啊 待会 福特曼你看过来补刀待会一刀一一一胜光一刀一胜光啊这一刀一胜光这完蛋了 死了这死定了我看着这个不要敲击击击击击击是没意思的 对这这这这个虽然说矿子开不出来但是王力这家得TP回家救援 我这个要是不TP回家救援的话我就会死得非常惨 这两阶盛光就是就这么按照这节奏和农民的死光啊 你得死光的节奏 对 现在就这么强杀这边农民啊 况现在是又拉出一笨农民回过来 王力那边就不回家用那些跟小狗在那边家里面进行防守 这波的话这个人主的福特曼死的也是很多但是这个王力农民是你死光了吗 还剩一个 还剩一个 对这必然的件事情啊 好那些这边是190点来呃单传回家 家里面还没有防御塔 单传下来 正好就直接被地方给盯上哎呀 你发心甩给神经士神经士这个这个时候就很难打了 好吧 这矿哎这这这 这居然不要给老虎就开矿 怎么可能什么情况什么剧情 不应该啊 对不对这不应该让人猪开出这边矿吧 先把商链给压制掉 我觉得还是优先应该先把对方的这个弄弄掉这个 弄弄掉对方的这个风框 对应该弄掉对方的风框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蜘蛛先往后撤 哎哎围 围蜘蛛 这应该能围住 对这应该顶起雾蝶 那这样的话这蜘蛛是被围住的 DK这边也是 转转手就先闪了 不屌不屌你 这蜘蛛肯定得跪了 这人猪居然开个裸框居然能看出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 派心这边不能不侦查 我这个圣骑是这人猪居然能开鲁框的 简直不可思议啊 这真的是 死猪当 死马当火马一样 这完全是这种开局 这种打法就是拖的已经不成不能不成样子了 好拉出一波冥兵啊就准备干嘛哎 哎勒气勒气 哎勒气当心 这个不能被围住了 蜘蛛被围死一个就算了 哎呦当心转转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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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撤啊兄弟啊 想围围围住了 挪一个下打一个缺口有没有 DK升到3有C的 一发C好点住一个圣光顶一下 哎呦就这好像有点扛不住有点扛不住 雷奇有点扛不住死亡其实还能在C吗 C不了了C不了雷奇死掉了 升到了4级 再为DK吗 啊你把这场比赛要给我们秀为伤吗 还是先把这框给弄了吧 老老实在把框给拆了人猪只要没两框 我觉得这场比赛人猪终究要输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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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防御措施的呀 你这几个福特曼怎么跟我的蜘蛛打 对又想为蜘蛛 今天这场比赛哎呦为主了 什么激情啊 C这个C得C啊这个得C 这C啊哎呦这这兄弟 发现这边反应怎么情况 顶盾现在是还可以好一点 还好有骷髅在那边砍这方农民 在这个时候骷髅棒还有一组骷髅棒 骷髅棒很关键 对 DK这边还有组骷髅棒 然后这边的骷髅在砍福特曼 哎又想为DK你想多了吧 还想为 维莎修了节奏啊这已经是啊 还想为 总共才五个单位 真的是为上瘾了吧 真打自己是维莎天丸 勒气又来了 有勒气还好 圣七师自己血量其实又是个盛光 谁 这 这 这圣七师一下攻击居然把这蜘蛛给打死 看着血条还蛮长的嘛 极限应该是能救上 没想到被直接一锤子给敲死了 真是个悲剧啊 浪费一番死狼残了 圣七师这个时候就DK 应该只 哎呦 N是连击圣七师有点稍微不糟 顶起无敌 还是你自己乖乖的走吧 这边现在是防御场在变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矿守不住啊 拉上了小狗拉上小狗 哎呦这边六点选 DK补围刀 好的 烈七师到两级 对这个这肯定是我觉得这矿肯定是守不住的 全部是经验 圣七师这边现在四级多回家还是 商店还没有被拆掉了 刚刚拆商店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刚刚被围了几次 围了三次好像是 两个蜘蛛加一个力气 这个阿尼玛商品萨围还是围的不错的 狗不要走啊 先把农民给咬死啊 商品萨也是紧逼这边的一个 这个阿尼玛阿尼玛现在圣七师没选 有一个买了两个药膏 赶紧先伤先伤农民 先伤农民 对先把农民给逼走 然后圣七师是单传到前线 买一个 小狗里面吃点药膏 爽一爽 这事情真可以 他怎么不吃药膏 直接选的顶起无敌顶起清醒 再去杀农民 什么情况 打鸡团是什么 到哪样啊 对那打鸡团是到哪样 哎呦哦哦哦 这个玩玩玩这招 玩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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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光一下 我这个有点狠的呀 这这 哪打鸡团是到哪样 装傻装傻 这云玛是装傻 就就给你看的啊 各打鸡团 然后那边王林就觉得莫名其妙 有刺 有刺战人 而且这个圣七师炸弹人 还真有点无敌啊 有圣光可以给他加 然后炸弹人真真打不死 怎么样都没办法 半悠悠的调整真心 这个弹地雷太糊涂啊 但是王林的家已经是被解放了哎呦这边的话两条狗搞定你这边现在人主主框风光全尸 农民伯伯是离家出走 但是另外一边的话 就王林家里面也是被地方杀农民杀了有点惨 哎呦这个事情是得得得得 对啊不说三一待会出个生个三本科技生出个出个DL 好了我王林这边农民还有几个 不多了顶旧无敌 梅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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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就还好 梅兰洗的就还好 还有两个农民这问题不大 这打不死 单传行能走还是先走吧哥哥 没必要这么拼的 有单传先能早点走就走了吧 无敌时间真心长了 好的那两条狗的话死定的撕掉对方的这个风框让对方的框给硬撞不起来 福特麦回过来稍微的帮帮忙 圣骑士这边非要把这农民给敲死了 这有点狠啊 围住单传 死亡骑士什么 技能甩上去对 能甩的甩上去单传过来 好像是商店又被拆掉了 这场比赛终究还是不好办 狗可以先撤一下 战壁锋芒 战壁锋芒 王林提在这边农民还好有比较多 然后补一下这个 修一下这个防御塔 刚刚这个炸弹人 我也也算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圣骑士炸弹人 我这个炸弹人有点狠啊 哪怕你发现了也没办法 因为这方可以圣光救这个炸弹人 太无解了我们看到 真心是有点无解 炸弹人可以无限调整阵形 这边的伏特曼又要遭殃了 农民博士又又先溜了 又先溜了 又先溜了 又一个伏特曼被打死 对 这把优势很大优势很大 王林的优势真的很大 然后在那边受到了一个袭击 但是我觉得 这个塔先补好的话问题还都不大 又补好了这个商店 但是你其实等级是有点稍微高了 这个这个得注意一下 5G升级是就不好玩了 5G升级是就是那个乾坤大螺 已经是上了一个档 档次那种节奏了 好现在我们看到 哎哎哎哎哎 敌开 不要被围住敌开 又挺起无敌 这这这现在是大量的民兵过来 王林先往后撤一下 先撤一下 这是想要围 四杀围对方 想多了吧哥哥 吼一声 这个吼叫战斗力有点强 一条狗被瞬间敲死 他这波想想拿经验 他这波想拿经验拼5G升级是又是个圣光 对这波王林得撤 战壁锋芒 不急啊这波 慌什么慌 吼叫的伏特曼还是有点战斗力的 然后再撤一下 操作一下对方 剩光一个勒起这个打不是 DK这边死亡骑士还是有有有有死亡残道的 升级二本科技 这反正也是已经 已经也是没什么办法了 只能说跟他地方 换能打 圣骑士现在是90多点蓝蓝蓝也不多 蓝血也不多 这我觉得一轮NC连击这圣骑士就要死啊 好伏特曼现在是12345678个伏特曼 真是蛮多一个伏特曼点死 点死一个伏特曼 呃哎 欸 这这又又是个什么距这个 又什么距硬Ты真正又围住了 你发生 哩这个顶顿真的是打不出缺口 又来一波民兵 狠啊我们看到 DK升到四级 那这个勒奇是被人家 兵甲勒奇被伙伙围住啊 诶诶 什么剧情 DK怎么也被围住了 吊炸天的节奏吗 吊炸天的节奏吧 什么节奏啊 这是 勒奇升到了三级 现在是出不来 圣奇是顶起无敌 强杀DK DK吃了一个蜘蛛 好的 这个勒奇还不死 DK有难吗 没难没难 这个勒奇被对方给干死 圣奇是升到五级 我的天啊 双尾 太可怕了吧 这还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三丘作为首方的 我这把围围围得有点帅的呀 好吧 那现在这边农民补补 圣奇是这边又单传回去 又磕补兰 已经升到了五级圣奇是 五级圣奇是待会就可以 剩光对方 还好这边DK刚刚是 说是存在十块 吃了一个蜘蛛 补了一下 当大学兵那样吃 反过来点对方 现在把药光点掉 又冲上去又要围了 又要围 这福特曼多福特曼多 就输出福特曼多 又围又围又围猪了 我的天 这场比赛多少个围杀 多少个围杀 我估计就有六个围杀了吧 又围住对方的一个蜘蛛 有点屌的呀 三十四人口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真没想到啊 还有这种剧情的啊 是谁人口 神一般的比赛 真是是 各种围啊 我们看到这 他真以为是不知道 他真以为三丘呢 圣奇是现在已经是修炼 神功大法 基本上已经是 已经可以出三了 已经可以生产 就张无忌光明点 已经可以出来了 力挑六大高手的节奏来了 现在是可以考虑的事情 就是 买个TP什么的 哎 我买个隐身药学 我觉得也行 背地要买TP 这个买TP 其实没啥意思 隐身药学进去 这不现在就已经 风价不风价 其实已经现在 已经无所谓了呀 现在就是一个神光 一个农民 一个神光 一个农民 这边的话 这边矿之中还没有被拆掉 先把对方的矿给弄下来啊 这不能让对方采钱啊 现在人猪其实也是岌岌可温 哪怕有个五级神奇士 其实也还好啊 对不对 部队猪还是 还是能厚得住的 又买炸弹人 买两个炸弹人 这两个炸弹人 这凶了 这凶了 这神奇士过来掩货 关键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打不死炸弹人 这有点有点无解了呀 这有点无解 炸弹人打不死 这这也是有点无解 哎呦炸弹人又炸掉了 两个两个投影塔被炸掉了 又是个圣光 我这个 这炸弹人有圣光 很有点无耻的呀 这个 好 你一起出来 又是个圣光 我这神奇士这边已经是五级半了 这等级提升的很快啊 这体 整级提升很快 圣光就是给一个 然后你这边就就就杀 反正我这边无敌的 强杀呀 强打又又是个圣光 又一个农民死掉 卡住 又是个圣光 车子也被敲掉 还有还有个圣光 还有个圣光 再一个圣光 单船 我的天啊 这 这绝病 这就买蓝瓶啊 这个时候吃蓝瓶 我都觉得可以的 蓝瓶血瓶 能吃就吃啊 这采的钱就是用来换对方单位啊 然后继续去对方家里面上农民 农民就死光了 一波农民就全死光了 太可怕了 我们看到 福特曼要多 福特曼要多 对方要福特曼让对方的蜘蛛跟小狗没办法 然后圣骑士就要买蓝瓶买蓝瓶 就这个一定要买蓝瓶 已经是快六级圣骑士了 六级其实也也还好 三级无敌吧 顶钻就顶钻 乱砍了 直接吃光DK了 想穿了呀 这个 这个时候其实打DK也不错了 因为现在三级圣光 又是个圣光 这好像要吃蜘蛛的节奏啊 不用啥蜘蛛 这方自动会吃的啊 蓝瓶吃掉 清醒点起来又是个圣光吃蜘蛛吧 兄弟再不吃要死了 只要瓶吃个蜘蛛 对吧 你不用杀蜘蛛 蜘蛛对方会吃掉了 又是个圣光 直接强行圣光DK 不对外就AD版 又是个圣光给DK 抽蓝 BMG来了 BMG给这个圣骑士送蓝 圣骑士现在还有80点蓝 又是个圣光 我的天啊 这样下去 DK吃蜘蛛 再吃个蜘蛛 再吃个蜘蛛 60多点了 送蓝送蓝 送蓝100点蓝了 Is this something or would it always like that 哈哈 这 其实这档比赛 我觉得 Fuck this GG 其实我觉得这档比赛 真不是说圣骑士用的好 真不是圣骑士用的好 我真觉得是围杀围的好 圣骑士这个 倒是还好 我觉得拍信这档比赛 给了对方太多机会 自己的蜘蛛和英雄啊 几十个就被对方围住 这我觉得是比赛 私利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说圣骑士到多少的 那个怎么样 圣骑士这只能说是常规的路线 就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只是这场比赛的 围围的很漂亮的 围的是有很多出彩的地方的 直接围了这边 这边的拍信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围是关键 然后的话这场比赛里面 就那个炸弹人 圣骑士炸弹人的一个偷袭啊 也是让亡灵有点 这不算偷袭 这是光明正大 冲过来啊 让你看到炸弹人了 打他 圣光 炸 我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无解的 我感觉 除非有死亡骑士在边上 直接一发死亡残倒 否则是没办法 太可怕了 圣骑士的一个炸弹人 太无解了 好的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玩意儿 呃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有意思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歪